面壁者逻辑,我是你的破比人 最聪明的人往往使用最简单粗暴的方法去解决复杂难解的问题 就像三体中的大神级文明,直接使用宇宙规律作为武器 前有汽车大亨卡罗斯·戈恩为罪潜逃,后有当当李国庆满身大汉抢公章 而最近中国商界又发生了一起令人震惊的案件 年仅39岁的游族网络董事长林奇 在2020年的圣诞夜因救治无效而逝世,疑似遭下属投毒 嫌疑人徐某疑似为前三体宇宙的高管 这场疑点重重的商业悲剧在令人唏嘘的同时 也让无数的三体粉丝忧心忡忡 三体这个中国最顶级的科幻IP仿佛身怀祖肉一般,命途多舛 一部号称投资两亿早在2015年就杀青的三体电影 为何至今仍在跳票 导演张帆帆当年仅花10万元就购得三体版权 版权费6年暴涨1000倍到底是真是假 开发三体IP的游族影业三年四换CEO 游族真的有能力运营三体吗 流浪的三体IP何时才能破壁 Hello大家好 我是头上有鸡脚大脑会思考的阿牛 本期视频我将会回答以上几个问题 并带大家全面地了解三体IP面壁十年的商业往事 作为大流的书粉 阿牛既希望三体能拍出来 又害怕三体被拍出来 有差不多心态的可以抠一个确实 2015年8月22日 刘慈欣的三体一被评为余果奖最佳长篇小说 余果奖和星云奖并称世界科幻文学的最高奖 而刘慈欣是第一个获得余果奖的中国作家 也是第一个获得余果奖的亚洲人 这标志着在未来20年里 大流构到的三体宇宙将是中国最值钱的IP 然而无数三体的书迷却奔走几乎 不要拍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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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三体电影的导演张帆帆没有任何大型商业电影的制作经验 导演张帆帆除了两部可能会在2025年上映的三体电影之外 豆瓣上一共只有六部作品 评价人数最多的电影不超过两万人 诚然张帆帆的导演水平不见得有多高 但是她找对象的眼光一定是顶级的 2009年张帆帆的老婆也是她的编剧宋春雨 偶然间读到了一本科幻小说三体 当时三体的第三部还没有出版 三体一二两部的销量也并不高 因为三体前两部卖得不好 大刘对于是否要写第三部也十分犹豫 宋春雨一口气看完了两部三体 立马意识到三体奇获可居 于是托人四处打听 找到了大刘 降维打击 黑暗森林 面壁计划 质子 如今这些三体中的科幻概念 大家早已耳熟能详 但在十年前 中国科幻迷只是一个非常小众的群体 三体也只是在硬核科幻迷里小有名气 而大刘还只是山西娘子官 发电站里一个平平无奇的工程师 当时根本没有人和张帆帆夫妇竞争三体的版权 大刘自己也没想到三体后来会成为中国最顶级的IP 坊间一直传言 大刘的三体版权只卖了十万块 而且是游戏加影视的全媒体改变权 不过这只是个谣言 大刘本人曾经在水木社区亲自辟谣过 虽然大刘一直没有透露具体的数目 但阿牛通过一些渠道打听到 三体的版权费很有可能是二十万 这有什么区别吗 不管几十万如今看来都是白菜价 当在2009年宋春雨买下三体版权的那一刻 这就注定是中国IP史上最成功的一笔投资 2013年在筹备了四年剧本之后 张帆帆夫妇给三体电影立了相并通过了审批 2014年张帆帆夫妇注册了一家电影工作室 百姓社专门用于拍摄三体 1314年也是三体靠着口碑逐渐出圈的两年 2014年三体的英文版上市 在亚马逊上一度冲上了亚洲图书首日销量排行榜的第一 逻辑思维 繁能读书会以及许多商业大佬都在推荐三体 尤其是中国的互联网圈特别推崇三体 雷军曾经不止一次在公开场合推荐三体 这一切都预示着三体将成为中国科幻史上的一座封碑 这也意味着张帆帆夫妇只要想融资就不会有阻碍 腾讯 网易 阿里影业当时都接触过张帆帆夫妇 但各大资本都遇到了同一个问题 那就是张帆帆夫妇坚持要求自己来拍 随着三体的出圈 找上门来的资本也越来越多 张帆帆夫妇的态度也变得越来越强硬 当时张帆帆夫妇专门请了一个律师跟在身边 在和各大公司谈合作时 张帆帆自己先不说话 而是由律师开口问对方 你们能不能接受张帆帆当导演宋春宇做编剧 如果不能接受那就免谈 宋春宇一直觉得自己的丈夫怀才不遇 是天底下最有才华的导演 而三体就是那个成就张帆帆的机会 所以宋春宇要坚持自己做编剧 张帆帆做导演 得其如此夫妇何求 请大家把泪目刷在三体上 因为张帆帆夫妇的独特要求 三体电影陷入了僵局 各大资本虽然垂涎三体IP的流量 但是又怀疑张帆帆夫妇的能力 于是三体的电影就卡在那了 而打破僵局的破壁人 就是已故的游足网络董事长林奇 2014年靠着夜游起家的游足网络 借壳没花伞 登陆A股 市值200亿 游足网络这家公司 或许你们不太熟悉 但是你们肯定见过游足的档幕笔记 也有广告 81年出生的林奇 在游足上市时才33岁 是当时A股最年轻的老总 可谓前途无量 在一场酒局上 林奇认识了作家孔二狗 孔二狗当年写过一本很火的黑道小说 东北往事 黑道风云20年 孔二狗当时刚从前公司离职 准备自己拍电影 恰好游足网络上市之后 林奇也一直想要寻找新的增长点 准备进军影视行业 两人一趴即合 林奇很早就读过三体 也知道三体电影的窘境 于是他叫孔二狗去找张帆帆夫妇 希望能够合作开发三体IP 一开始张帆帆跟游足提的条件是 三体所有的项目必须都由他来做导演 后来在一番讨价还价之后 条件变成了 三体其他所有衍生权利都给游足 但电影必须由张帆帆当导演 2014年8月 游足影业成立 孔二狗担任CEO 公司成立后不久 游足影业就宣布投资电影三体 计划拍摄六部 每部投资两个亿 2015年4月 三体电影在北京召开了媒体发布会 宣布定档2016年的7月 并且公布了演员阵容 冯绍峰饰演汪淼 张静初饰演叶文杰 吴刚饰演史强 从这天开始 《流浪三体》计划正式启动 这部备受瞩目的三体电影 也开始了无限期的跳票之旅 三体电影从《资方游足》到导演张帆帆 制片孔二狗 没有一个人操盘过千万以上的电影项目 这就注定了三体电影的失败 作为项目主控方的游足 逐渐意识到张帆帆的能力不够 于是每过一段时间 就派一些年轻编剧参与剧本创作 就这样不停地往里加编剧 最后游足对外宣称 三体电影有50个编剧 这比最近血洗逼人的游斐还离谱 游斐也才9个编剧 除了豪华的搞笑的编剧团队之外 三体电影还声称 邀请了好莱坞的特效团队VHKO 来负责后期特效 当时铺天盖地的宣传都是VHKO 制作过阿凡达和少年派的奇幻漂流 然而实际情况是 VHKO是一家新加坡的后期公司 而且核心业务不是电影后期 而是广告后期 这家公司只在国内参与过几个项目 比如狼图腾和九层腰塔 所谓好莱坞特效团队 只不过是宣传的噱头 也不能化腐朽为神奇 最离谱的是三体实拍杀青后 竟然剪出了两个版本 一个是张帆帆版 一个是孔二狗版 因为不满张帆帆和宋川宇的剧本 孔二狗亲自撰写了另一版的剧本 光线影业曾经组织了一场看片会 两个版本投票表决 最后竟然还是张帆帆版本胜出 在三体电影中 还有360创始人周鸿毅的客串 按钮看来 从剧本到拍摄到审片 这部游足版三体 整个就凸现了两个字 离谱 2015年8月 三体一获得了世界科幻最高奖之一的余果奖 成为了媒体争相报道的对象 从此三体彻底破圈 完全走进了大众视野 奥巴马为了催更 曾经让白宫给大刘发过邮件 结果被大刘误以为是骗子 三体这个IP已经不再需要任何营销 因为自带流量的三体 承载了中国科幻崛起的历史使命 2015年与中国科幻同时崛起的 还有中国的电影市场 捉妖记 夏洛特烦恼 港炯等国产电影纷纷大卖 资本市场喊出了 未来中国电影市场有3000亿的疯狂口号 三体的金字招牌 加狂热的电影市场 构成了一个比三体本身 还要宏大的资本故事 于是同年 光线传媒火线入局 以投资加发行的方式 参与到三体IP的运作中 光线加入之后 林奇经常把光线的总裁 王长田和张帆帆约到一起 讨论如何打造三体宇宙 每一次讨论 最后都会卡在张帆帆那里 因为他必须要当导演 林奇于是劝说张帆帆 把三体版权卖给游族 在长时间的软膜硬炮之后 张帆帆终于同意 谈判开始 张帆帆张口就要了一个亿 林奇本来当场就想答应 但是为了还价 刻意晾了张帆帆两天 结果张帆帆想了两天 觉得价格开得太低 又加了2000万 2018年初 游族影业 以1.21收购了张帆帆的百姓社 正式拿下了三体的全媒体改编权 张帆帆夫妇也从三体项目中正式退出 张帆帆导演的最后一条微博 还停留在2016年 当时三体电影跳票 网传将会无限期推迟上映 张帆帆发微博称 谣言自会不攻自破 欢迎继续推高热度 四年过去了 连赛博朋克2077都发售了 而我们仍未知道 那年拍摄的三体的样子 到今天 一旦有三体IP的最新消息 就会有粉丝 来这条微博下口吐芬芳 俨然成了互联网上的人类文明纪念碑 关于张导的这部三体电影 坊间传言 由大人物看过促剪版后非常不满 之后光线和游族又追加两个亿补拍 但奈何 前期可用素材太少 已然无法补救 或许真的要到2077年 我们才能看到这部旷世奇作 对于三体粉丝来说 张帆帆夫妇 无疑耽误了三体IP的发展 但是从商业的角度上来说 三体让张帆帆夫妇 收获了600倍的回报 这无疑是中国IP史上最成功的投资 已经实现了财务自由的张导 或许根本就不在乎 三体粉丝的口注笔伐 2018年12月 游族组建了新公司三体宇宙 专门开发三体IP B站占股5% 林奇为实际控制人 占股65.96% 至此流浪三体计划 进入了第二阶段 逃逸时代 新的三体开发方案 预计将拍摄三部电影 两部国产电视剧 一部6G的英文剧 一部3G以上的动画 以及有声书 广播剧等其他IP衍生品 进入阶段的三体IP 似乎正在走向正轨 逐渐朝着更好的方向发展 2019年11月 三体动画放出PV 由异化开天制作 预计2021年上线 异化开天的玲珑 已经赢得了不错的口碑 三体动画或许值得期待 2020年9月1日 美国流媒体巨头网飞 宣布将与三体宇宙 联合开发三体英文剧 2020年12月 由企鹅影业拍摄的三体网剧 也宣布杀千 主演张鲁依 鱼和伟林永健 都是演技过硬的实力派演员 好起来了 好起来了 三体粉丝 接光而起 高呼 消灭人类暴政 世界属于三体 然而 游族网络的董事长 三体宇宙的实际控制人林奇 却离奇死亡 这让本就命途多传的三体IP 又增添了一抹灰暗的色调 警方公告中的徐某 疑似为三体宇宙的一位许姓高管 为了能够让这个视频流通的时间更长 我们就用老许来代替这个许姓高管的名字吧 这个老许2003年毕业于西南政法大学 之后又在海外留学 并在美国的顶尖律所工作 可以说是不折不扣的海归精英 2017年5月 老许加入游族 接手三体全版权的收购事项 在游族拿下三体版权的过程中 发挥了重要作用 2020年9月 老许还以三体宇宙高管的身份 公开亮相 然而在这份三体英文系列剧主创名单中 监制方只有林奇和三体宇宙副总裁赵继龙 并没有老许的名字 或许当时老许已经和林奇貌合身离 除了老许 从2019年起 游族集团有多位高管陆续离职 有的临走时也闹得很不愉快 林奇本人从2018年底 也在不断减持股票套现 2019年8月 林奇还因为违规减持4000万的游族股票 而受到了深交所的监管函 自2015年 游族借壳梅花伞上市以来 游族网络已经更换了4任财务负责人 而游族网络财务负责人离职的时间 又都是在上一年多的年报发布前后 此外 游族的财报一直存在大大小小的问题 如业绩预告披露不及时 大幅度向下修正业绩预告等 而在林奇中毒入院的第二天 又恰逢游族网络第二批员工持股解禁 种种迹象表明 游族的前途似乎并不是一片光明 而在游族手下的三体 未来将会如何发展 实在令人担忧 应该没有一个三体粉丝会希望 以后一打开网页 就跳出虚假宣传的三体游戏广告 2019年春节 一部国产硬科幻电影《流浪地球》 在前期排片量很低的情况下 凭借着良好的口碑逆袭 好取46亿票房 但是一部《流浪地球》 刚打开了中国科幻的大门 就被随后而来的上海堡垒给焊死了 不过 中国科幻迷们依然充满了期待 因为《流浪地球》 只不过是大刘小说中的一个短片 无论是世界观设定 还是故事情节 都无法与三体媲美 对于三体来说 从一开始在科幻圈粉小圈子传播 到如今全面破圈 获得大众喜爱 三体从来都是一部 耐得住寂寞 经得起时间的作品 Corego曾经说 三体就算毁 也要毁在中国人手里 但是阿牛想说 我们宁愿一直等待 也不愿三体被毁坏 把三体交给有耐心 有能力 有追求的人 才是最好的安排 给三体以资本 而不是给资本以三体 我是你们的破壁人阿牛 如果你也热爱三体 请不要吝啬自己硬币 并转发给更多的同道中人 微信关注公众号 阿牛独裁 获取完整版文稿 公众号回复关键词三体 可收到三体全集一书试读版 看关于宇宙最狂野的想象 感谢三连 我们下期见